我又要出门 我准备了一张卫生纸 然后按一下电梯的这个按钮 今天是2月15号 星期六 我有快递来了 我要下楼取快递 这个电梯已经被消毒过了 因为我能闻到一股很浓烈的醋 醋是可以消毒的 我闻到了一股醋味 要扫二维码是吧 现在出入都要扫这个二维码 来远一点 好了啊 我在抖音里看到今天很多地方都下了很大的雪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昆明今天没有雪 天气还算可以吧 取快递的时候因为这个都是公用的嘛 所以我需要把这个擦一下 好 点一下 哇塞 哦 这是干什么呢 吓死我了 这是我家楼下的河 以往的话穿梭的人很多 现在没有人相对比较安全一点 今天拍这个视频呢 我是特别想告诉大家 真的很感谢大家对我的关心和支持 大家好 我是大米 看到大家对我的留言 我真的是非常感动 谢谢大家对我的关心 我很好 请大家放心 也请大家照顾好自己 因为大家对我的关心和认可 我现在已经有一千名以上的粉丝了 我真的超级开心 谢谢大家的认可和信任 也让我有了重新开始的信心和勇气 我的梦想就是和大家一起旅游 一起吃饭 如果因为YouTube的订阅人数增多的话 让我的生活变得宽裕 我一定会创造这样的机会和大家见面 也请大家一直关注着大米 同时呢 也特别特别的感谢韩国朋友们 对我的鼓励和支持 这份珍贵的记忆 我会一直铭记在心 很感谢大家 中国现在处于非常困难的时期 有了大家的关心和鼓励 我也相信中国一定会很快的好起来 大米也尽可能的给大家提供一些中国的现况 我的视频呢 主要是给大家介绍 我生活在中国的日常 提供大家学习中文 认识中国 了解中国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 最后呢 我想祝大家 一直健康 幸福 平安 有钱 大米也会制作更多更好的视频 回馈给大家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